是坏苦 那我现在不苦不落了 不苦不落是辛苦 三界痛苦啊 法华经上把它比喻作火质 这是身上一栋房子 里面已经起火了 这是觉悟啊 不觉悟不知道啊 观寿是苦 第三句 观心无常 这个先是念头 你这个念头 生灭不住 他不停 妄念 无常 简单跟你说 你的念头 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 刹那生命 刹那变化 自己做不了主啊 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才叫无我 我是主宰 做不了主的 自己真能做主 我不想老 我不想生病 我不想死 能做到吗 做不到啊 这个心 不实经典上讲的真心 这个心是妄心 妄心是什么呢 华音经上讲的 妄想 分别 执着 妄想心 分别心 执着心 无常啊 千变万化 第四句 万化无骨 这意思就说 一切法里头 没有主宰 一切法 因因身法了 没有主宰 没有自在 你有这四等官 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小德 生不尽 受是苦 心无常 发无骨 你才能看破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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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